地震是一個很突然的自然災害,無論是香港、日本、甚至其他地區,大家都需要做好準備。 事前準備是十分重要,因為地震發生那時你無時間想事,只可以靠平時的準備去應對。 事前準備,首先你可以準備一個緊急逃生包。 這個包要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,裡面應該有足夠幾日用的水和食物。 還要有電筒、電池、哨子、急救用品、藥物、現金和重要文件的副本。 這些東西可以幫你在緊急情況下生存和聯絡外界。 另外,家居方面都要做好防範,固定好家具和電器,特別是書架、貴和電視機。 因為地震發生那時,這些東西很容易跌下來。 如果可能,擺放一些寵物在低處,減少地震期間物件跌下來的風險。 要與家人商量好逃生路線和集合地點。 特別是如果有小朋友或者老人家的話,還要教他們怎樣自救。 地震發生時,一旦地震發生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。 如果你在家裡,第一時間就要蹲低,掩護和穩住。 即是說,你要立刻蹲低,用手保護頭部和頸部。 找個穩固的或者家具下臂一臂,避免被動物擊中。 還有,要遠離窗戶、玻璃和懸掛物品。 因為這些東西很容易在地震中破裂和跌下來。 如果你在室外,就要立刻離開建築物和電線,走去一個空曠的地方。 避免被倒塌的建築物或墮落物品擊中。 如果你在車裡面,就要立刻停車,保持在車裡面。 因為車輛通常都是比較安全的地方。 等震動停止了之後,再決定怎麼做。 地震完了之後,避震都是很危險的。 所以你還要保持警覺,隨時準備再次掩護和撤離。 還有,千萬不要使用電梯。 因為電梯在地震中很容易壞,可能會困住你。 海嘯應對,地震可能會引發海嘯尤其是在近海地區更加要注意。 當地震發生後,如果你住在近海邊的地方, 或者你聽到官方發出海嘯警報,就要立刻準備撤離。 首先,你要密切留意電視、收音機或者手機上的海嘯警報。 如果發現海水突然退得很快,這個是海嘯即將到來的先兆。 無論有沒有警報,你都要立刻撤離。 撤離時,應該盡快向高地移動,遠離海邊和低蛙地區。 行動要快速但要保持冷靜,不要返家裡拿東西。 因為每一秒都很寶貴,海嘯通常是一波折一波。 所以即使第一波浪潮過了,都不可以掉以輕心。 要繼續留在高處,直至官方確認安全為止。 另外,海嘯過後,千萬不要馬上返去受影響的地區。 因為可能還會有余震或者新的浪潮。 要等官方確認無危險之後,才可以返去。 總括來說,地震和海嘯都是很危險的自然災害。 但只要你平時有做好準備,在事發的時候保持冷靜, 跟隨正確的應對步驟,生還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。 記住,事前的準備和冷靜應對,是保命的關鍵。 好了,這條片到此為止,下星期再見。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,如喜歡此影片,請免費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及傳閱。 謝謝你!